这些东西都是谁研究出来的呀 这不纯纯缩小百花开富贵吗 不是 现在是流行底妆全家桶的吗 一层 两层 这不是你带火的吗 浅尝一下全家桶 它这个粉还挺细的 不是 姐子妈 它这个遮瑕地有点厉害 是不是 我刚刚那几个大豆全给我遮住了 这个光子 对吧 真的 再浅尝一下粉饼 盖了一个洞出来 你看 已经磨皮了 定完妆之后 这半层就跟虚焦了一样 你看这半层的 而且我发现这种双屏有个妙用 如果你喜欢奶油肌 你就不定妆 你喜欢这种哑光的 over 真的啊 建议所有的气垫都往这个方向发展 最好是出五屏六屏的那种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不是九一小学生的梦吗 你说谁读手说不想吃这个呀 但是它可是美妆版 但是浅尝一下美妆版 还真能画出毛流感啊 滑走 紫波图是这样子的 它确实很闪 对弯了 老天们 它真的没有一个是鸡类的 而且我发现 这种笔握的 它也很好控制位置和力道 而且它还只要八块钱 我预测 小学生门口的下一个报品 最后一个 我真的忍它很久了 花开富贵的 S'mores吧 搞错了啊 我以为这样是极限 没想到 这才是它的极限 我的天呐 它360度都可以转 然后它中间 还藏了个 咽咸杯和一个 唇刷 这是空间管理大师啊 老天们 浅尝一下它这个口红啊 好唇润 这颜色还不好看 就没有 是要颜色 还可以吧 确实还不擦 最主要是它 中间三个颜色是搭配好的 直接往上涂就行 怪不得花开富贵 一直都是爆款啊